大悲无言林志坚竟然就这样被换掉了 那我们都觉得非常的遗憾 竟然呢要改成大鹏展智 换上郑运棚 那么前几天呢 蔡英文才下令全党要力挺林志坚 然后呢被网友灌爆洗版 然后林志坚自己在节目上也讲说 一定会用坚持参选到底的方式捍卫自己的论文 结果没想到才一两天而已 就黯然退选了 让大家感到非常的遗憾 就说怎么不坚持选下去呢 那显然是他不管是台大的学位 或是接下来中华大学的学位 似乎都面临到很大的问题 现在民进党呢把林志坚换下来 换上了郑运棚 可是网友都认为呢 郑运棚一直是地底林志坚论文的 到现在都认为林志坚没有抄袭 那所以两个人在同一条船上面 在同一班车上面 如果没有好好的面对这件事情道歉 那我觉得呢民众也没有办法买单 因为这件事情不只是涉及到 林志坚的论文有没有抄袭 更是民进党整体的诚信跟态度的问题 那现在民进党呢似乎是把 比较不懂林志坚论文的林志坚换下去 把比较懂林志坚论文的郑运棚换上来 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情况 但是最重要的是 他们都没有针对这件事情 好好的跟民众道歉 那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可原谅的 好 如果有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温温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呢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 321 邀请大家多多支持